Y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KINSON TUBE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LEGO 就是这一盒LEGO片号77774 这一盒是艾努德的Golden Ultra Dragon 同样也是Ninja Go的系列 这一盒就是今次Ninja Go系列我最后一盒要介绍的LEGO 我自己超喜欢这一盒 因为觉得龙很有型 人仔方面都不差 在拿LEGO出来之前 有一样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立刻拿出来看看 就是这个 以往比较大盒的LEGO 都会有个胶袋装着说明书 但今次就换了包装 就是用一个纸包装包着说明书 前面这里就有个说明书的样子 后面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有两张胶纸黏着 打开了就可以看到说明书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觉得换了包装多有趣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就立刻拿LEGO出来看看 所有东西都已经拿出来 有一条很有型的金龙 然后另外就还有 这里总共九只人仔 另外就还有这一张很有型的椅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只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只龙是有四个龙头 分别就是火 雷 冰 和地 就是这四位忍者的能力 这里四个龙头 它们的printing 帽 和配搭全部都不同 所以可以看到它们各有特色 亦都可以配搭到那只龙的样子 首先就来看一下火龙头 它的头就是最正常最常见的一个样子 然后在它的头上就有两只角 看起来就很有攻击性 再来到电龙 电龙它的样子就有点速度型 下巴就是和火龙一样的 而它的头壳顶就有一个黄色透明的位置 感觉好像有点电 再来到下面的地龙 地龙它的样子看起来就比较稳重和老链 因为比较大 而且好像有点岩石在上面 就好像有点皱纹 我自己最喜欢的头就是地龙 最后一个要看的就是这个冰龙 冰龙它的下巴是和地龙一样的 而它的上额是和电龙一样的 上面也有一个透明蓝色位置 就好像有点冰在那里 它们每一个龙头的颈部 都会有它们对应的颜色 火龙就用透明红色 电龙就用透明黄色 冰龙就用透明蓝色 地龙就用一些实色的零件 感觉上好像硬一点 在龙胸后这个位置 都有一顶有一些帽子帽 也是金色的 放在胸后我自己也觉得挺有型的 再来到后面一点 在龙背部这个位置 就有一个座位 就是比艾劳得坐上去 而在旁边还有两只翼 这两只翼都割有很大块的金色刀片 我自己觉得很有型的 也有一个玩法 就是转这个飞标零件 翼就会移动 就像它在飞着 又或者在叫 但是它这个龙翼就不能上下移动 不能做它拍翼的动作 再来到腰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有关节零件 可以给你尾部左右摆 再来看看它这四只脚 它这四只脚分了前后两个部分 前面两只一样 后面两只也是一样的 只是左右反过 就是这样的 脚这个部分 我自己真的要赚一赚 因为它的轮廓是做得很漂亮的 我自己觉得 由于整只龙都是用金色作为主色 所以很容易被人看下 觉得好像很寡 而这个就增添了它的轮廓 所以就令整只东西漂亮了很多 而去到后面龙尾这个位置 龙尾每一节都会有一个关节位 就让你上下 然后转动也可以 再来到龙尾最端端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看上去好像一把剑 这个位置就有个护手 然后上面就有个刀印 这个位置的可动性就不是很高 只可以这样360度转 除了这个位置也有少少向上弯的感觉 你就可以做一个摆尾的动作 弯到最尽可以斬到自己的颈子 整条龙基本上就已经介绍完了 现在就来看看这一张这么有型的椅子 这一张椅子是被我们的大反派 Crystal King坐上去的 而在上面就放了很多不同的黄金武器 这些黄金武器都是对应这四位忍者的 首先就是这个长剑 这个长剑是被赤地拿着的 这个黏刀是被阿光的 中间这两个飞标是冰银的 最后就还有这个有龙头的双截 就是阿光的 把黄金武器拿出来之后 这一张椅子就已经把气尽失了 我觉得它很有型 也是因为插了黄金武器在上面 拿出来之后 只可以看到有两把水晶剑放在側面 然后手柄也是金色的 今次这套Ninja Go的Nego 基本上每一盒都会有一个金色武器的包装零件 里面就是安装了黄金武器 我觉得每一件都很有型很有特色 基本上买了一盒之后 其他那些都已经不用拆了 因为用的零件基本上都不会重复 现在一条龙和张椅都已经介绍完了 现在就来看一下人仔 首先就要看一下这个艾努德人仔 它没有这个龙形态 它就穿着一套黄金的战衣 感觉上就比较像武士多个忍者 可以看到它的头盔也是一个无事的头盔 然后在前面就有一个鬼样的面具 可以把面具拆出来就可以看到熬劳德的样子 也有前后两边的面 但是也没有变过 这个鬼面具就有一个printing在上面 有一对绿色的眼睛 然后也有一个牙齿的printing 在上面就有两个角 也是金色的 它装束方面整件都是金色的 而在上面就还有绿色的布料在上面 它的武器就是一把金色的弯刀 而在后面就还有一个吊色 另外赤地、冰隐、阿光和阿肝 之前的Ego都已经介绍过 所以可以去我之前的影片看看 这三个水晶狂战士都有介绍过 所以就不再介绍多一次了 最后就来看看这个Crystal King水晶国王 它是分了两折身的 因为这位角色是有四只手 但是拔开了它的上半身 是不能插着脚 因为它的位置是不合理的 所以只可以放在身体上面 它的头盔同样也是一个武士头盔 而在前面就有一个山羊的头盔 它主要的颜色就是灰色、金色和紫色 它这个头盔是可以这样揭起的 揭起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 它是没有另一边的表情的 刚才也说到这位角色是有四只手的 可以拿到四件不同的武器 在这里它拿着了一把水晶的忍者刀 我自己觉得这件零件也很有型 也是第一次 今次的介绍就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盒是超级有型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不位 就是明明在盒的这个位置 这个狂战士是有一件肩头零件的 但是它就没有给到我们 而在盒上的图片、后面的图片或者说明书 也是没有这件零件出现过的 那也没什么所谓 因为真的无伤大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自己觉得是超级不满意 这盒LEGO 但是因为我没有看Ninja GO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剧情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艾努德它没有这个龙模式 是有少少可惜的 但是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也挺有型的 那这盒LEGO在香港的售价 就是1249港币 而在英国就是124.99英镑 那好了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就记得要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就记得subscribe这个频道 如果想第一时间收到我出片的资讯的话 就记得按下subscribe旁边的铃铃铃 那我们的影片再见 拜拜